高舉標語奮力大喊 美國波音公司再抱危機 墮達3.3萬名勞工 不滿勞資協議 發起罷工 波音上一份勞動合約 已經實施了16年 但勞工認為薪資成長 無法趕上生活成本上升 從3月開始和資方展開談判 原本這個月8號達成初步協議 但有94.6%勞工投票否決 更有96%壓倒性支持 通過罷工 這是波音員工2008年以來首次罷工 不只讓波音緊張的財務狀況 雪上加霜 信用平等甚至可能被降級 落入俗稱的垃圾級 而波音則寫了公開信 指出罷工已經危機公司復甦 必須採取必要行動以保留現金 同時凍結所有層級招聘 以及計畫大幅削減供應商支出 專家更指出2008年的罷工 讓當時的波音一天至少損失1億美金 今晚這次罷工短期內並不會影響航班 但仍將衝擊到暢銷客機的生產 加上目前波音財務狀況面臨壓力 需要足夠現金流償還債務 代謝脫膨的結果恐怕只會雪上加霜 在新聞黃泉一報導 謝謝大家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